這樣有問題的飛機 其實你應該可以退回原廠吧 那為什麼不退呢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飛回來就沒事了 也就算了 當然附近航空有解釋啦 他說土耳其本來就是一個維修點 從法國飛回來 本來就要停四五站維修點 但是澳門他承認喔 那時候真的是 引擎出問題才迫降在澳門 所以澳門這個點是意料之外 但是確實也在這地方 換了一顆引擎上去啊 對 那大家想說好 你不退 那希望這個引擎換回來 沒事對不對 換完就OK啦 並沒有 這是去年四月從法國飛回來的喔 是 到了去年八月才短短四個月 這架飛機在飛澎湖馬共的時候發現 引擎的滑油出了問題 你說同一架嗎 同一架 這新飛機買回來才幾個月 才幾個月 又是那具引擎出了問題 說滑油外漏 滑油外漏可能會讓引擎的軸承 出現問題 那就會讓軸承歪斜 歪斜的話 那引擎最後可能會失效 這很嚴重耶 就等於會發生沒有動力的情況 所以這個引擎是很嚴重了 沒有動力 那不就跟這一次 乘客他們聽到感受到的一樣嗎 所以如果當你知道這樣的狀況 你不會有合理的聯想說 是不是那個時候 這顆引擎兩次出問題耶 這架飛機還不退 那如果這是有問題的飛機 你為什麼一定要買呢 又再換了一次 然後呢 還是繼續飛 引擎換了又繼續飛 可是是不是整體飛機 當初就有設計的問題呢 而且 又有機師在出來爆料 事實上去年啊 富航去跟這個ATR機型買的時候啊 一批飛機裡面 有一個第三方的認證機構 就有勸富航 有一架 應該不能收 有一架 真的是整個飛機有問題 不能收 所以今天我要跟 法國的飛機總公司 買飛機的時候 會有一個第三方監督的角色 然後他去告訴你說 你這樣驗收嘛 有一些小瑕疵 我們當然可以維修後交機 可是如果是大瑕疵 就像我們賣電腦一樣 大瑕疵你剛原廠退回 專家都跟你講不能買 你還硬牌啊 所以機師們都不懂 為什麼富航 接到這樣的通知 沒有退回任何的飛機 那到底是不是這一架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可是讓人家覺得疑點重重